大家好 , 今上大家講講 富士康回歸中國可能只是掩眼法 另外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美國華爾街日報竟然說中國啟動新一輪的貿易戰 美國華爾街日報最近殺有介事做了一個專題報導 標題是中國為何要啟動新一輪的貿易戰 看見這個標題 馬上令人生起疑問 2018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產品大加關稅 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 今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 宣布大多增加中國的電動車 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的關稅 明明是美國發動了貿易戰 為何變成中國發動貿易戰呢 我都很有興趣了解美國華爾街日報的邏輯 他是這樣講的 中國再次開足馬力擴大出口 這次競爭對手沒有定位了 美國馬薩朱塞州一間叫做QBIT PV的初創公司 押注去做直晶圓 這是太陽能電池板 當中有一種高科技組件 在兩年前 美國總統拜登 頒布數以十億美元計的稅收底面 和政府貸款 在這個計劃推動下 美國公司在2022年年底 宣布斥資14億美元 在達克薩斯州建設一座晶圓廠 但是自從那一年後 中國的直晶圓產量 差不多翻了一番 遠遠超過了中國自身的需求 多餘的晶圓流向海外市場銷售 導致價格暴跌70% QBIT PV這間公司 在革命較早時間 被迫暫停了 德州建廠的計劃 並且顯散了工程師 和其他員工 華爾街日報聲稱 這間工廠停建 是中國產能過剩 導致市場扭曲 華爾街日報接著說 幾千英里之外 智利鐵礦石開彩商 和鋼鐵製造商 太平洋鋼鐵公司 正在艱難應對 中國政府持續投入 低端商品製造業的情況 大量廉價中國金屬 對這間公司帶來衝擊 太平洋鋼鐵公司 在今年8月 將無限期關閉 或於智利中部的 華爾街拍拖大型鋼鐵廠 這樣做 將導致2200人失業 太平洋鋼鐵說 儘管政府提高了 對鋼鐵和其他進口產品的關稅 但仍然沒有辦法 和低價的中國金屬品競爭 華爾街日報接著推論 說中國政府 應對經濟疲軟的方案是 為製造業注入強心劑 但這個做法 同時擠壓了 世界各地的企業 並引發了 對三輪全球貿易戰的擔憂 歐盟作任決定 對進口至中國的電動汽車 徵收關稅 無疑是 緊張局勢加劇 的最新跡象 而美國今年較早時候 已經宣布對中國鋼鐵、電動車等產品 提高關稅 華爾街日報說 這一切背後 都是中國政府 一項大膽 但冒險的盤算 希望通過加大 對製造業的投資 來恢復中國經濟的活力 以增強工業的銀性 同時 又不會引發太多 國際上的抵制 從而威脅到中國的未來 華爾街日報聲稱 曾經採訪了 中國政府的政策顧問 和曾經向中國官員提供諮詢的人 說中國領導層 去年走到 關鍵的十字路口 一些顧問認為 中國經濟 需要從根本上反思 擺脫對製造業和建築業的過度依賴 優先考慮國內消費 如果做到這種轉變 就會令中國更加像美國 並且有可能走上更穩健的增長道路 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就走另一條路 要求官員 加大力度 推動國家主導的製造業模式 並為此提供 需要十億元計的 新補貼和信貸 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的政策顧問說 習近平的思路有兩條指導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 中國必須建立一套 全方位的工業供應鏈 以便利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對中國實施嚴厲制裁的情況下 能夠保持國內經濟正常運轉 這些顧問說 在習近平看上來 隨著和發達國家緊張關係加劇 產業安全 是中國穩定的核心 其次 習近平從骨子裡反對美國式的消費 認為這些是浪費 就令中國通過投資出口 來穩定疲軟的經濟 並創造就業 華爾街日報結果就是 失去了工作的 可能不是中國工人 而是巴西的鋼鐵工人 歐洲的化學工程師 和美國的太陽能電磁板製造者 內地環球時報 23日就發表社論 駁斥華爾街日報的文章 說華爾街日報 最近以聳人聽聞的標題 寫了一篇 很失水準的文章 華爾街日報 拿中國 希望通過加大製造業投資 來呼吸經濟活力 來做文章 認為這個做法 將會擠壓世界各地的企業 並引發 三輪的全球貿易戰的擔憂 這個觀點本身就不算新了 只是在這裏炒 所謂產能過剩 這種說法的冷藏 只不過 華爾街日報 用根據先動性的 全球貿易戰的標籤 來為自己 充流量 和大節奏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的歪理 對外開放的中國有罪 保護主義的美國 反而有理 他還在對中國 下旨度棋 說中國經濟 需要從根本上反思 擺脫對製造業 和建築業的過度依賴 變得更像美國 以消費為主 才能走上更穩健的增長道路 華爾街日報反問 不知道美國華爾街日報 希望中國 向美國學習什麼呢? 是通過《領域感通脹法案》搞歧視性的補貼政策 還是連續阻撓 世衛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法官的輪選 或是對甚至沒有錯誤到美國的中國電動車 價值100%的關稅呢? 當華爾街日報以美國為世界標準經濟體 去要求其他國家的時候 美國自己有沒有照鏡呢? 看完中美兩份報紙的評論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華爾街日報 運用了連番轉換話題的詭辯技巧 他首先指中國產能個性 然後將中國的正常出口 講成一種向其他國家打貿易戰的做法 再將其他國家競爭不過中國的公司 說成是貿易戰的受害者 但是只要你回心一想 中國正常出口商品 沒有自己單方面 大家其他國家入口商品的關稅 為什麼可以說中國是打貿易戰呢? 美國單方面對中國電動車加100%關稅 這些才是貿易戰 第二 美國指中國產能個性 本來就是偷換概念 如果一個國家只可以生產自己國家所需要的東西 多於本國所需就是產能個性 若然如此 所有國家都只會自給自足 根本沒有國際貿易 相反 一有貿易 各個國家都會跌入 美國所謂產能個性的定義當中 順帶一提 美國每一百多日 就生產出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遠超美國人自己買債的需求 美國將美債賣到全世界 美國生產美債肯定是產能個性 危害全球 這也是美國以消費為主的經濟 洗大了的副產品 第三 如果美國認為中國哪一種產品 有歧視性補貼 對美國不公平 必須應該向世貿組織投訴 而不是自己單方面加關稅 適合保護主義政策 按世貿組織的規則 才是真正的國際規則 不是美國說了的東西 就是規則 美國現在不但不跟世貿組織的規則 還連續阻撓 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法官輪選 真是打麻糬打到最高境界了 另外想講講最近一段時間 富士康在鄭州科技園 有一次大量招工 引發了富士康回歸中國的討論 騰訊財經作者包不同 做了一個不錯的總結 最近一段時間 有招工中介向媒體說 目前富士康正在鄭州招高價工 其中每小時的人工是26元 上班打卡90後 可以獲得7500元的現金獎勵 據說富士康這次 用人的需求很大 號稱有5萬人湧入富士康 要求也很鬆 基本上報名面試的人 8至90元都可以通過 但是富士康和河南的關係 也要再次升溫 除了重新激活 部分之前已經閒置了工廠之外 今年7月 河南和富士康 在鄭州簽署了 戰略合作協定 河南黨整個把手 都去了簽約活動 在活動上 富士康宣布 作為鄭州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 投資10億元 為富士康 在大陸實施新戰略 提供產業資源和技術支援 大回想 富士康 在中國的高光時刻 建立了30多個科技工業園區 員工總數 得到超過100萬人 但是在美國壓力之下 富士康很組織筹簿 將產能外遷 2017年 富士康決定 在美國威斯康山州興建工廠 當時還說要投資100億美元 但是這個計劃 一直未有成事 到2018年 富士康宣布 要去印度 建立蘋果手機代工廠 印度廠 就是這樣建設起來 從2023年開始 有超過13%的全球iPhone手機 在印度組裝 而在此之前 其實超過96%的全球iPhone手機 都在中國大陸組裝 根據網民大通的分析 到了2025年 蘋果在印度生產的iPhone手機 將佔全球產量的25% 如今 附上這波對大陸的回歸潮 機會自行舟廠做蘋果手機 應該只是短期iPhone產能的需要 按照慣例 iPhone會起今年9月面世 市場調研機構Tag牽涉 組員發布的資料顯示 在今年一季度 蘋果在中國以13.7%市場份額 跌出頭五大 蘋果的銷售壓力山大 他將厚望既多於中國面世的iPhone16手機身上 自然怕印度的產能出意外 在蘋果季 加大中國招工力度 擴大iPhone16 在中國的產能 是富士康的一種保險手法 亦都是iPhone16 在中國的促銷手段之一 總結 在大方向上 雖然印度工人的水準 有待提升 但是富士康 還是會將印度產能 逐步提高 所以富士康 在蘋果季加大在中國生產 看上來 有些掩眼法的味道 如果我們想提高中國手機產能 還是多買國產手機更加實際 另外 在石櫃台的時事快評 我會講到 德國近日發生遲刀襲擊案 有三死八傷 伊斯坦國起時候承認對事件的責任 前德國總理默克爾 當年接收移民的偉大遺產 現在正成為德國社會的隱民 歡迎訂戶 去石櫃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櫃台都有視頻看 石櫃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 3800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櫃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